一台白色機車 緩緩騎過路口 突然一名黑衣男子 衝上前抓住白色機車 跳上後座 下了騎士趕快停車 黑衣男子還緊緊抱住騎士 想催油門 企圖搶奪機車 這是另一名男子 迅速把黑衣男子抓下機車 並且上前壓制 黑衣男子被壓制後 很不甘心的爬了起來 他就在後面而已 接著還搶計程車 打算坐車逃跑 但被後方警車攔截 將人抓回警局 一個便衣刑警在抓同學犯 那同學犯跳上我的車 要搶我的摩托 前面還背小孩 給我要控制我的手把 然後油門給我吹到底 事發時間在12號下午的 台中市中校路夜市附近 騎士當時還載著小孩 回想過程膽戰心驚 還好當時便衣刑警就在旁邊 立刻上前阻止 把企圖搶奪機車 零性嫌犯拉下車 沒有造成其他無辜民眾受傷 警方表示便衣刑警是來自南投仁愛分局 由檢察官指揮申請拘票 前往台中 要抓涉嫌 詐欺案件的零性嫌犯 追捕過程中 嫌犯先從建築物三樓跳下來 雖然受到輕傷 但還是拚命跑上街頭狂奔大約50公尺 接著還要搶機車搶計程車企圖逃逸 幸好被警方及時攔阻 將他帶回警局結束嫌犯當街搶車的 禁火季 華西洋林 社會上是至於台中報導 晚節9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60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